來看一下 那一樣我們在其中以前 是講有關Esser 不過Esser其實我們還沒講完 你會發現其實這個 Esser裡面還有很多地方 其實還可以再親近的 然後我們其實好像只有上到第二類 而且第二類還沒講完 所以如果假設 你之後面的第3第4第5類 如果說你通通做完了 而且你 你用額外的時間 把題目做完 其實你告訴我說老師我題目都做完了 而且你把它存檔起來 甚至你把檔案寄給我的話 那我會幫你加分 表示說你在Esser上面其實願意多花一點時間 那至於說你想要找那個相關的解答 其實YouTube上面其實也蠻多的 你打TQC 好像什麼TQC-Conink Esser 2016 就會有很多 相關解答影片 那你們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 另外其實我在雲端上面還有放那個 我之前去全球人數上課的一些相關的Esser的範例 包含就是說有關 這個 其他的題目 當然我本來是想要講 不過 我看 可能 這個難度相對比較高 其他還有在雲端上我有放樞紐分析表 那其實在Esser裡面應用 還蠻多地方會用到樞紐分析表 做一些統計分析的 所以看之後有沒有什麼時間 如果有時間的話 也許我們再稍微做補充一下 那所以呢比如說像做一些問卷調查 統計分析 其實用樞紐分析表來做 也會相當的簡單 那當然如果你不會的話 當然 就會 會必須要耗掉很多的時間 就是沒有效率工作 所以如果你將來希望說 你在工作上面能夠 如行雲流水般的順暢的話 或者是工作很快就做完 並且很多很多時間出來 還可以跟同事打屁聊天 又不用加班的話 那當然你需要在 技能上面稍微精進一下 那當然除了說Esser之外 最後你可能還是要做一些簡報 比如說你要跟你的老闆做一些簡報的話 那勢必你需要做PPT的部分 所以今天的話接下來我們就來看有關那個PPT的部分 所以一樣放在雲端上面的資料 打開之後 請各位打開題目檔 然後並且下載這個練習檔 那下載練習檔的話因為我這邊 剛剛有跟各位講過 TQC的那個簡報 你到TQC的官網你打TQC這邊其實就會找到這個考生服務網 那裡面的話 有一個認證內容 然後認證內容裡面認證科目 那其中的話 他證照就這麼多了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其實可以不妨 挑幾張你覺得你將來 想要做的工作裡面會用到的技能 那我是建議你可以把那些證照給取得 反正他每一個就是一張證照就對了 那其中有一個叫電腦簡報 我是覺得電腦簡報應該是算最簡單的 那其他當然如果你實在不知道要考什麼 你可以考什麼 中打 有沒有 英打 如果你對日文有興趣日文 日文輸入等等 還有數字輸入 像那個中文輸入的部分 他有分label 如果你今天打字 假如是在 如果你假設一分鐘 實用期的話 好像每分鐘是 15個字到29個字 他給你實用期 也就是你大概 兩秒鐘打個字吧 那如果你是進階級的話 等於是30到79 如果你可以達到80個字 一分鐘80個字他給你專業期 那當然這個有什麼幫助 表示你至少打字比別人快 其他還有像英打 還有像數字輸入 那我們這一張 我們現在要講的 其實跟那個 電腦簡報比較有關係 那其中的話他一樣分成三個label 一個label的話是實用級 考兩題 OK那拿兩題 基本上就是考 這邊有講 他考第1類跟第2類 各考一題 也就是一題50分 那及格分數是70分 那第2個label的話 就是1到4 不過他這邊其實是沒有標出來 理論上 應該都是考雙數體為主 不過當然理論上 實際上是不是會有 當然不敢保證 不過理論上以經驗來看 好像都是雙數體為主 所以呢 除非你考專業級 那專業級當然除了考一到四類之外 他還考學科 那這個學科部分的話 可能你們就是 如果你要考這個你要去買他們的 他們家的那個 就是 專門出的書籍 裡面的話就有相關的學科題庫 那這個題庫的部分的話 就是他從大概題庫300多題吧 裡面就抽一些題目來考 總共考單選副選題 他考20題 總共20分 那其他的話就是 1到4類各20分 總共加起來80分 一樣是 70分及格 而且他考試時間是60分鐘 一個小時 其實一個小時來考PBT 到底還好 我考過經驗我發現 最簡單應該是PBT 那最難的 如果Office來看 Excel的話其實是真的還蠻的 蠻難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考Excel的話 他好像也是考一個小時 Excel的話在哪裡 這邊電子示範表 他如果我是考這個專業級 哇考的真的是滿頭大汗 而且你會發現 總共考 考一個小時 同樣是一個小時 但是他考 五個題 五題 OK 也就是說 他一個小時裡面要考 考五題 所以 一題 頂多只能做 而且你還要考那個什麼 學科 學科的話就是 單選 複選要20題 好啦 那假設說你學科做10分鐘好了 那也就是說你其他題 只能夠做10 一題只能做 其實理論上不到10分鐘 而且最怕有些題目你卡住了 卡住的話 你大概就沒有時間了 所以我那 我記得我那時候考試我覺得考這個Excel實在是 最膽戰心驚的 那時候其實考試經驗也沒那麼豐富啦 不過考起來真的還蠻辛苦的 所以如果 假如說 你可以通過這個專業級的認證的話 我相信你應該也是有不太 不太會太差啦 OK 不過前提是你必須要能夠考得過了 OK這個當然如果 自己願意花時間去考這個測驗 那我想應該是還蠻有價值的 我覺得OK 那再來的話呢 今天我們就要來看那個PPT 所以請各位先看一下題目 題目部分 另外下載檔案 那再來的話稍微看一下 就是他總共有 四類 那四類的話到底要考哪一些啦 其實他第一類就是什麼 考你會不會做這些事情 什麼事呢 建立簡報素材 和那個放映的 這個技能 就是會 簡單的把PPT建立起來 然後能不能正確播放 所以裡面的話包含就是會不會新增投影片 會不會套用那個版面的配置 然後用各種方式加入投影片 甚至包含 從大綱 或者從外部簡報 或者從 從複製投影片 去做 其他還有像什麼 套用布景主題 範本等等的 這些我想請各位自己再稍微了解一下 甚至還有什麼背景音樂 等等 還有啦 動畫 他這邊有一個叫 單一或多重動畫效果 所以 後面也會考到動畫的部分 這是第一類的部分 那第二類考什麼呢 第二類其實有考你你會不會做一些像 編輯美化 這個簡報的一些制定 制定放映 OK 然後裡面大概就這些技能 請各位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就是他考這些 然後第三類的話就是投影片母片 母片的話其實用的算是已經滿進階的 因為如果你會用投影片母片的話 那將來 你那個簡報就會每個都長得有 一樣的 這個背景 OK 自己建立 第四類的話 就其他 軟體的整合技能 包含跟什麼 跟Excel 跟Word 等等 所以 越後面相對的也就越難 那今天的話呢 原則上我們就 來看一下那個 第102題 102題 其實就是有點像一個新制圖 就是自我的一個 介紹 那也就是說啦如果將來 你們如果去 找工作的時候 當然第1個他會要求你做一些 這個自我簡介 好了比如說你將來面試的時候 理論上可能會有第1關,第1關也許是書面審查 第2關的話叫你要 再做一個自我介紹 那自我介紹他可能會要求說你們自我介紹的話請你做一個 PPT檔 而且 又利用類似像新制圖的這個構思 做出一個簡報 那只是裡面的話呢 大概他想知道說 你這個 你這個人 他能夠做什麼 總共有幾個方向 3個方向 第1個我能 能的話應該就是你的技能 你有哪一些技能 當然 之後請各位 自己做一些變化題吧 把那個 這個自我介紹改成 王曉民改成你的名字 然後你的技能有哪一些 比如說創意表達 圖像思考 還有中文打字 OK他有這些 那我試的話 就是說你有沒有參加什麼社團 像他這個哪一個科系 然後哪一個社團 然後你的興趣在哪裡 那你 我有 有的話他比如說你有哪一些比如說他有哪些證照 幾張證照 那有沒有什麼參加比賽的結果 或者是說你有沒有什麼 其他比較抽象他在這邊有分享你的熱誠 OK 比如說 假如說今天用新制圖 可是問題他這個新制圖 他是希望做成PPT的話 那該怎麼做 所以待會的話請各位 開啟那個第102題的簡報 所以這邊的話呢 你們就打開練習檔 然後練習檔裡面的話看到102題 所以這邊解出來的話 理論上 這邊只有10題 後面看一下如果有需要我們再把那個第3第4類把它補上 OK 然後呢這邊打開102 那請各位看一下102題 進來之後你會發現他其實兩個檔案 一個檔案的話呢是文字檔 打開來看一下 文字檔你會發現 這個的話呢裡面放什麼 他裡面是放一些 要放在PPT裡面的一些文字 那你打開這個PPT的話你會發現裡面應該是空白的 什麼都沒有 編輯一下 請編輯 那可是問題來了 第一件事情 其實他就是希望說 請你把這個TST的文字檔 裡面的資料 把它放到PPT裡面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你如果把這個文字檔裡面的資料放進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題目第1題應該是什麼 所以底下一樣 跟那個Excel的那個證照考試 一樣會有一些題目要求 包含就是說 1、2 總共的話應該有8個動作要你完成 所以請各位先試著 打開那個練習檔 然後呢 再稍微看一下那個他的設計項目的要求 總共有8項 其中的話第1項 就其實就是要你把那個文字檔 把它放到我們需要 的簡報裡面 OK 試試看喔 打開喔 謝謝妳們